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敏郑周 今年来我国心血管病的患病率持续上升 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血管的健康 然而心血管病具有发病隐匿潜伏期长的特点 很难通过单次的检查就发现问题 因此日常监护对于早期预防心血管病至关重要 今天我就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个心脏侦探 看看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守护心脏平安的 这就是动态心电记录仪 它只有半个手掌那么大 仅仅28克的重量比一卷胶带还要轻 把它戴在身上想想就很轻松 它的穿戴方式非常的简单 配合腰带电极片和导连线 只需三步就能轻松穿戴 那如果找不准电极片的位置怎么办 不用担心 手机软件会指引你找到正确的位置 传终传终 打门好枪 无论什么情况 它都不会放过每一次心跳 对于心血管病患者而言 动态心电记录仪便于随时关注病情变化 及时发现心脏异常 而对于没有症状的亚健康人群 它更加适合做心脏病的早期筛查 通过蓝牙连接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到 实时的心电波形图 如果感觉到不适 只需15秒就能够完成一次快速的心电自测 不仅如此 它还有着一颗智慧大脑 能够像医生一样解读心电图 结合智能物联网技术和三级算法体系 动态心电记录仪就能在深度学习下 进行自动采集和大数据分析 并且给出详细的病症判断 目前它能够连续记录72小时 可以判断视颤防颤等42种心率异常 如果需要医生指导 利用互联网就能将心电报告 发送给在线医生 足不出户就能和医生面对面在线诊疗 针对特殊人群 它还能够进行远程心电实时监护 医务人员可以随时查看心电波形 当突发异常时 系统会自动告警 提示医务人员及时救治 将传统的医疗器械与物联网等技术相结合 健康管理也可以变得既简单又时尚 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同时 动态心电记录仪还给我们提供了 更加专业的心电数据 成为了我们守护心脏的好帮手